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9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的是 就在选举结束的两天之后 我国邦交国数量再少一个 剩下12国 因为诺鲁共和国突袭式的 跟我方断交 外交部紧急召开记者会痛斥 北京利用金钱利用我邦交国 基于维护国家的尊严 选后两天中华民国邦交再检疫 外交部痛批 诺鲁共和国突袭式断交 蔡政府任内断交十国破纪录 我国邦交剩下12国 诺鲁总统阿迪扬 脸书母语宣告 为了人民最大利益 将转向一中原则 不再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国家 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诺鲁仍然是主权独立国家 希望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外交部强调事先有掌握 但似乎再怎么掌握 也握不住对岸利诱 诺国向我方讨多少钱 外交部不愿多说 保留最后风度 经济部声明 双边贸易只有23万美元 经济影响相当有限 教育部说 国内现有诺国学生52人 其中30人的奖学金 要不要发尊重外交部 绿营连任两岸关系降冰点 对岸施压力道增强能想象 只是这回一点时间都没给 恐怕只让两岸关系越走越遥远 绿营选在台湾选后的第二天 以及美国代表团访台期间宣布 跟我国断交 外交部也火速撤掉诺鲁的国旗 大陆外交部则表示欢迎赞赏诺鲁跟大陆复交 外界认为大陆恐怕还会有其他手段 迅速撤下天母使馆特区的诺鲁国旗 外交部里的也火速搬走 就在台湾大选后第二天 诺鲁立刻跟我国断交 这时美国代表团正在台湾 拜访总统跟朝野政党领袖 诺鲁14号才发贺电 祝贺政府总统当选人 还期待跟新政府持续深化 两国紧密伙伴关系 去年国庆当时的诺鲁总统 也曾来台参加 只是一回国就被政变 如今发完贺电就变新 二度断交不出意外 又是对岸出手 而且只怕北京动作不仅于此 对于经贸关系的改变的话 其实在选前大陆就已经出手了 这个军事的部分 我想都应该不排除 他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计划跟步骤 大陆外交部表示 欢迎并赞赏诺鲁跟大陆恢复外交 并重申一个中国 国民党则呼吁对岸此举无助两岸对话 不该在这时压缩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 也批评执政党没事先掌握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表达遗憾 主张不跟大陆做外交恶性竞争 并跟外交人员持续打气 截止送暖再展台日永好 只是选后友邦再减一 对岸的夏马威 是准总统赖清德收到最沉重的当选礼物 民进党赖清德当选总统 但面对未来朝小野大的情况 究竟谁来接棒行政院长 除了之前被点名的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 具有经济专业 还曾经是马时代国客会主委的朱敬一 现在也被点名 选前报名进党级立委候选人 暂想很卖力 他是前国客会主委朱敬一 现在传出他有可能接棒赖清德 执政后隔魁吗 邀请朱敬一院士 来跟大家做意见回馈 帮忙筹划赖清德竞选时国政政见 还出席发表会 但事实上朱敬一是知名经济学者 还是马时代 担任过国客会主委 也是中研院士 这样的背景相对中性 可面对吵小野大情形 都希望赖清德可以提出一个是 大众比较能支持的一个行政院长的人选 记取过去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教训 不要有政治意识形态 太过强烈的隔魁 确实蓝颖立委也喊 应该找政治性低一点的人 而朱敬一解稿前致电无回应 现在被点名的还包含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还赖清德进总干事 盘梦安 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 我在这一次竞选连任的时候 我也特别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承诺 再拼四年 所以我的任期 我会做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 因为这个是我的承诺 我们还在尊重目前蔡总统的领导 然后陈院长表现得非常的杰出 点名爆派等等 这些可能大可不必 被点名的都喊不是我 或许也是因为三党国会不过半 情势未明 这任行政院长很难做 而针对国民党总统败选 有学者市井 国民党小心未来被取代 详信我们加油自身记者邱婉柔 总统大选日前顺利落幕 由民进党籍的赖清德 顺利当选为新总统 而侯友宜则拿下了467万票 而柯文哲民众党初次登场表现 也不差也有369万票 不过这个淡大荣誉教授赵春山 他自己就说了 他认为这一次选举 是台湾政治生态的很大改变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认为整个政治板块 出现了很大的移动 但是他个人对于第三势力的崛起 并不是很乐观的 因为民众党内政外交 看不出来规划的理念 忽左忽右忽蓝忽绿的标准 他认为是属于投机主义的 不可能变成制度化的第三条路线 而赵春山其实自己 也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 他也说了重话 他就说国民党的选举步调 还是在老年人的方式 但是国民党是不晓得 现在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时代在变而且潮流在变 如果国民党不再历经 图治除这不幸的话 很快就会慢慢被边缘化 而被去而带之 继续在了盘点 这次区域立委选举 不管蓝绿都是因为陷入 分票危机而导致有人 痛失立委席字 再请婉容为我们分析 台北市的立委选情 这一次有很多的激战区 不外乎这是泛兰或者是泛律分裂 先来看到台北市的第一选区 这个乌思遥这一次是可以说顺利连任的 不过他的对手国民党的张思刚 得票率是36.8% 而另外新党的侯汉廷也参选了 得票率有14.64%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得票加起来 如果整合成功的话 乌思遥要连任的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 再来看到台北市的第四选区 也就是港湖区 高家瑜想要拼连任 但是他还有一个泛律阵分裂出来 就是激进党的吴星戴 所以最后是李彦秀 国民党籍的顺利当选了 不过如果把高家瑜跟吴星戴的票加起来 同样也有可能会超过李彦秀的 所以如果吴星戴没有参选的话 高家瑜的连任未必会失败 再来看到台北市的第五选区 民进党推派了吴培 以国民党则是钟小平 而于美人则是以五党籍来参选 不过最后是吴佩一党选 他得票率有39.81% 另外两位分别是多少呢 34.28% 即23.14%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也看到 钟小平在选前的时候 一直喊说要弃于保中 还说这个于美人是绿的 但是在野分裂仍然是痛是习次 而这回新国会的组成 性别年龄部分有哪些亮点呢 继续再把时间交给宛柔 新国会成型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 来看看统计 男性立委有66位 女性有47位 等于说这个女性占比超过四成 那如果从年龄分布来看的话 年超过70岁的总共有7个人 60到69岁的也有17位 哪一个年龄层最多是50到59岁 只有58个人 40到49岁有20人 40岁以下的则有11人 这样看起来最年长的有75岁 最年轻的是30岁的 平均年龄约52.9岁 跟过去比起来是没有破纪录的 不过这年龄分布是这样来看 哪一个党团又是最年轻的呢 过去国民党常被诟病说 这年龄都太老了 不过这一次最年轻的是国民党团 平均年龄是52.07岁 民进党还是52.47岁 反而民众党呢 它的平均年龄是最高的 有57.87岁 那我们也常在说呢 劳基法强制劳工的退休年龄 是65岁的 但是呢新国会有一成的立委呢 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在国民党只有7个人 民进党也有2个人 民众党有两位 无党籍呢则有一位立委超过65岁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待你一手掌握 高姿泰抛出四项 国会改革承诺 民主党出考题 过关才决定 立远龙头要跟谁合作 国民党团保持保留态度 毕竟民众党自提人选 几率仍在 但战斗兰的发起人赵绍康 表态立体 民众党提出的国会改革式主张 还加码第五点 要让阳光不能只进国会 也要照进地方议会 只是党主席朱立伦都还没开口 怎么就急着表态 有没有要配合 现在还说不定 只是民众党提出改革 其中一项 特别点名总统蔡英文 曾经公开承诺要推动 国会听证调查权 但完全执政八年 证明是张空投支票 民进党这球该怎么接 民进党愿意以开放政府的态度 来跟各方合作 我觉得那应该都是假议题 重点还是在未来 怎么形成这样的一个 谈判沟通的管道 而不是现在就用放话的方式 这样反而也是 比较不恰当未来的合作 民众党有备而来的立愿 龙头战考题 国民党民进党看来还有盘算 前民进党主席 施明德今天清晨逝世 享受83岁 镜头前展露幸福笑容 妻子甜蜜依偎 在施明德的胸口或望向远方 娇洒和爱犬拍照 施明德脸书上公开一张张生活照 里头还有他抱着孩子的照片 两位女儿在15号早上 又父亲的账号发文 证实死讯 表示施明德在他生日这一天启程 和战友们团聚 每年生日他总会和深爱的人告别 现在才懂得是多么体贴温柔的表现 表示施明德没有既日只有生日 他一生所捍卫的精神和价值会长久茁壮 总统蔡英文也贴文表示 他事事前一天曾到医院探视 感到哀伤不舍 谢谢他为台湾付出与贡献 副总统赖清德也悼念 施明德一生为台湾争取自由人权 他曾说民主这一刻永远没有据点 让赖清德有很真的感触 前总统陈水边表示 施明德带领民进党强人有力的 冲撞国民党威权政治 2000年总统造势晚会 施明德也特地为他站台 尤其在威权时期能够挑战竞技 包括美丽老的事件 也都在我们高雄 也让我们高雄被称为民主的胜利 所以我们一方面也表示爱道 那二方面也请家属能够节哀保重 不只绿营表态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贴文感谢他的贡献 他长情推动金马永久和平特区 会早日实践 施明德已经离快肝癌长达12年 过去陆续在北戎治疗 去年11月18在家中腹痛紧急送医 后续因为心脏呼吸衰竭 装叶克膜抢救最后离开人世 随时媒体人陈文茜和施明德交情很好 在脸书也发文细数施明德一生的政治经历 自从红山军运动之后 他越来越孤独不断在革命当中 说最后一次再听到施明德的声音 是两个月前 缅怀施明德为台湾民主贡献的努力 TVBS新闻是我们的小人人台北采访我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